这个是我们采用机制栽培的水果黄瓜 已经四个多月了 然后你看,生长的还是非常的健壮 这个龙头长得非常好 有朋友提出来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机制栽培,好比说我们这个种植袋里面 然后直接滴灌的是营养液 然后是能不能在这个机制里面放固体肥料 然后汁浇灌清粉都可以了,这样可不可以啊 欢迎来到傅老师团队简易无土栽培基地 我是泰哥,肯定是不行的啊 因为啥呢?因为你放这个固体肥料呢 你浇水以后,它什么时间释放 你把握不住,有什么时候时间溶解啊 你比如说刚栽培上苗,你一浇清水以后 两三天,它就溶解完了 这两三天苗期的时候,它不需要那么多养分 是吧?这样的话你根本就掌握不出它的释放量 然后呢,你也掌握不住它的释放时间 你会有些朋友说,那我用空缓湿的行不行 你空缓湿的是,那什么时间释放? 你又掌握不住 并且作物是每天的吸收益有营养了 不是说一段一段吸收的 所以这种方法呢,是不行的 但是可能有些朋友呢,在一些教科书上看到过这种方式 是像这种方式,但是很早以前的时候 那时候水溶肥呢,还没有进行大面积普及的时候 整个的科学技术还不是特别发达的时候 那时候可能有些人提出了这个方法 那都是老旁历了啊 现在的技术已经发展非常发达了 尤其水溶肥的技术普及已经非常到位了 然后呢,做无土代培,机制代培的时候 还是直接用水溶性肥料 这个水肥的利用率会更高 作物长势会更好